你和火不给就比如说 就像那冬天里的尾巴 熊熊 眼温暖了我的心我 光照亮了我 生意吧 我爱你哟 经历了时光音乐人的登场表演和点唱环节 即将播出的时光音乐会2第三期 终于要传承第一季 开启其独具特色 显魅力无穷的庄主模式 第一位庄主正是唱跳俱佳 拥有很多好听歌曲的唱跳歌手孙燕 他做庄主 别说观众朋友们了 就算是嘉宾们也兴奋不已 按照节目规则 歌手们都会演唱庄主的作品 周深这一期带来的是喜庆 热闹老少皆宜的歌 欢乐中国年 欢乐中国年 系数周深唱过的过年歌曲可不少 好运来不知在多少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来过几季 还有旺灯火里的中国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春天到万家 我在这儿挺好的 这部又躲了一首 过年事后循环起来 看得出来 嘉宾们都还是非常喜欢周深的 每每有歌手上台表演 周深便立即化身为粉丝一般 不但跟着节奏舞动 遇见欢快的歌曲 就抑制不住的要蹦起来 网友们续称 有周深一枚 时刻准备发射 除了周深的欢乐中国年之外 做庄主的孙燕 当然是自己的必唱曲目 祝你平安了 还有梁永齐的幸福快车 天正的怎么happy的 一首首充满祝福 快乐 幸福的歌曲 时光音乐会二 这一集真的是很值得期待了 时光音乐会二上一期的周深 和刘更红的回到过去 还在脑中回荡 看完预告之后 脑袋里又不断循环 欢乐中国年 上一期周深和刘更红 为大家带来了回到过去 刘教练的歌声 加上周深的绝美和声 让我们在歌声里 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 这一首歌里 肯定也藏了很多人的时光 要过去 试着抱你在怀里 失去的力 想看没看的世界 想在你梦的画面 要过去 试着让故事继续 至少不再让你 奔散时间的注意 此次回复的更近 这样来不来的记忆 想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 周深开口的第一句 鸡皮疙瘩就冒了出来 合唱的部分 基本全程都是和声 他每一句和声的设计 基本是都有考虑到 合唱伙伴的配合的 能够让人清楚地听到起伏 听感上能产生错漏感 就是合唱最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他最强的地方 就是和声如此出彩 仍然没有抢夺主音部分的表现 他的和声 一直绕着合作者的声音 哪怕是你想跟着他的声线走 你也忽略不了 刘耕洪老师的声音 因为周深的和声 是真的能塑造出 立体感和空间感的 他牢牢地包裹着 另外一个声音 让单薄的躯干 长出了翅膀 上下翻飞 所以特别顺耳 特别有层次感 国服装周 名副其实 不争不强 只为了歌曲的表达服务 所以呈现出来的 回到过去 绝对是值得加进歌单的 周深本期和声再美 可这一期已经唱完了 周深最令人期待的舞台 永远是下一个 红红火火 欢乐中国年 期待周深的唱跳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掠过发烧 吹干了汗水 也吹干了 不知不觉 流下的 眼泪 鸟儿在唱着 儿时的歌谣 你看那蜜蜂在不远处 朦朦的舞蹈 如果要再流眼泪 也会是幸福的泪 不停地闭上眼 又睁开眼 你会不会再出现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流浪 风掠过发烧 吹干了汗水 也吹干了 不知不觉 流下的 眼泪 鸟儿在唱着 儿时的歌谣 你看那迷风在 不远处 如果要再流眼泪 也会是幸福的泪 不停地闭上眼 又睁开眼 你会不会再出现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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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